不是吧?在淘寶買電腦? 能不能開到的?會不會爆炸的? Hello 各位朋友你們好 我是Matthew 大約兩年前我竟然很大膽地在淘寶買了一部電腦 就是我現在手上的這一部電腦 其實我就想買一部更強的電腦來幫我剪片 因為我的notebook其實就太雞了 整天剪片剪到半腦就在這裡擅長擅長擅長 所以其實就買這一部電腦 但我竟然兩年裏面都完全沒有開箱 沒有開箱地用過這一部電腦 今天就的氣心幹 就跟大家一起去開箱了 我就想打開那部電腦 打開那部電腦的時候 其實我就看到那個Intel的電腦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個是那個前面來的 那這裡就是那個後面了 那整部電腦就很輕巧的 拿下手都是感覺良好 那如果我就把它放低先吧 那如果我再看的時候呢 它隨機跟了一個mount 就是呢 其實呢 你是可以把整部電腦 是 mount了下去 那個 的 display 的背部 或者是牆上 那 其實呢 就方便呢 你可以擺的時候呢 就擺得更加整齊 更加靚仔了 那我放在裡面先 那如果我再看的時候呢 它呢 其實呢 就有一個adapter 那你要插回鑄嘴線 那 好 首先呢 我想跟大家講一講呢 這一部電腦的規格 那它呢 是叫做 Intel Nut 11 又叫做 Panther Canyon CPU 就是i5的CPU 是11代的CPU Core i5 1135G7的CPU 內置呢 就有16GB的Kingston的RAM 還有呢 500GB的SSD的Hard Disk 那我呢 買的時候呢 就是3357元人民幣 那如果呢 我們看一看它的外型呢 其實它的尺寸 就非常之細的 它每邊呢 就大約呢 是4吋左右的闊度 高度呢 就是2吋左右的高度 那如果呢 我們放在桌面 或者掛在螢幕的後面呢 其實呢 非常之省位 不阻擋 亦都呢 令到桌面呢 覺得很整齊 那樣 它本身呢 就已經呢 有WiFi卡的了 所以是不需要 插Network線 不過呢 它後面呢 都仍然有一個 RJ45的插頭 那如果你要呢 Display出來的時候 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用這個 HDMI的插頭 那其實它旁邊 都還有一個 Mini Display Port的 那Mini Display Port呢 是可以支援到 8G輸出的 那所以畫面質素 都會是好 那另外呢 它其實呢 都有一些 Thunderboard的Port 那前面和後面都有 那當然呢 它也都有一些 USB的Port 那是Super Speed USB來的 前面有一個 後面有兩個 那它呢 其實呢 但是旁邊呢 都還是有一個 SD的Card Reader 那另外呢 那另外呢 就是如果你要插頭 的時候呢 它有個3.5mm的Jack 那可以出到7.1的channel output 那它本身呢 就已經是有 藍牙的裝置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其實Mouse Keyboard 耳筒 都可以用藍牙呢 就接通到的 那放在桌面的時候 你有少幾條線呢 那樣呢 你的桌面呢 就更加整齊了 那我們現在呢 就只需要呢 把那個Keyboard和Mouse 接通到螢幕呢 就可以開始試機的了 那我們呢 一起來呢 就拆回那個電源呢 就基本上呢 就已經可以開始了 那那個電源呢 就是一個的 嗯 那個火牛 是這樣的 那有一個的按鈕 只需要呢 拆回去呢 後面呢 這個位呢 就已經呢 是可以呢 開機的了 好 我原來呢 他本身已經安裝了 那個Windows 就連接回我的Internet 好 已經連接了 那我現在呢 就會 嘗試開一下 那個Microsoft Edge 先 那好流暢 非常之流暢 那 那 譬如我 想試一試去 B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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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呢 那版面呢 非常之流暢 還有呢 他那個速度的感覺呢 都是很快的 那現在呢 其實呢 我就 就 我就考驗不了他那個 的 的 機的速度 的 我就嘗試 呢 去一下YouTube 看一下影片先 那我們 嘗試呢 找一些 譬如4K的 測試的速度 我現在就開了4K的影片出來看 當然看上去都是流暢的 在沒什麼運算底下 其實它一直在顯示 其實都是很OK的 我猜我要下載一些畫面的應用 去試一下效果 甚至乎一些影片剪輯的軟件 我才可以試到真正的效果 譬如我下載CAPCUT 其實我一直看到 畫面其實一直都是很流暢的 一直都是沒什麼 折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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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折 如果我完成這個CAPCUT之後 其實可能我便可以試到 在影片剪輯的底下 會是怎樣 這樣 我已經安裝完了CAPCUT 它就說 Your computer can run CapCUT smoothly 它都幫我檢查過 我的電腦應該都是流暢的 那我現在第一次打開CAPCUT的時候 那我便先決定了 它的Terms and Conditions 那我按一按New Project 當我按了New Project 它叫我import video 那我不import video的時候 我有沒有辦法 看到它有些Library 我可以拿來看一看它的內容 那如果我看回它這裡 其實我的出入畫面都是流暢的 那我出回去外面 那譬如我很快地把這個video拉下來 那譬如我再拉另外一條的video下來 那見到畫面其實全部都是流暢的畫面 那如果我再去播一播的時候 然後你看到 無論我按進去播放或者是full screen 其實畫面都是完全是沒有緩慢 沒有Lad機的情況 我可能都還要試一些更大的file 來去嘗試看一看 會不會令到它有更大的壓力 那現在我看回譬如這一條片 它都是很流暢地在這裡動 那它是快鏡來的 不過呢 那就是我一直的感覺都是幾良好 我未考驗到它 當我放多幾條track上去的時候 我就知道它會不會是真的承受到 在剪片的時候我的要求 放多些video 放多些audio的track上去的時候 那我們才可以試到它增功夫 不過呢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呢 感覺都是非常之良好 不單止它小巧輕盈 而且它的速度都非常之流暢 接下來呢 我應該會用這部機 剪多些片和大家去分享 這次分享就到此為止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